我们再来学习一下影像融合,再做一下 像这个一样,我希望把这个 神像 放在跟这个结合在,在星空嘛 那怎么做 要把它选起来,当然就去备去,其实也不太干净了 那最好的方法就不用去备 Ctrl A全选,Ctrl C复制 再切换到这个档案来 Ctrl V贴上 进来又有这个大小的问题,点这里 第一颗负责移动 也负责调大小 比例啦,那确定完记得要点这颗 那这个黑妈妈不用去去备 就使用涂层的混合方式 好来,点第二个,接下来方向键往下 往下 变量的效果,你再看一下吧 这变量这个是可以选用 可以拿来做参考,再看看有没有哪个合适的 也许这个也还可以 颜色变量 变量,再看一下柔光 你就在这边挑而已 像这个刚好颜色小光源 变量的地方 好来,那大概就刚刚变量的方式要处理哦 那你移到这里来的时候就接下来 变量 好,就这个效果 但这个切斜效果要处理掉吧 切斜效果怎么处理掉呢 一样,再使用水来帮忙 遮罩 而不遮罩可不可以,可以哦 你直接使用橡皮擦 这次我们换橡皮擦工具来操作 橡皮擦,橡皮擦就擦掉嘛 那擦的时候呢,周围呢,不要干干净净的哦 我擦一下给你看,我们先复制一份吧 复制一份 眼睛关上,我擦给你看 如果你使用是周围是干干净的来擦 擦的,切的整整齐齐的 哦,这不是我们要的 来,所以这个搞砸了,可以把它删掉 再一次再复制一份 一定要把原始分,留在这里 眼睛打开来 擦的时候用什么来擦呢?用什么? 揉边的方式,这个 这个,那这个跟这个有什么不一样 大小不一样吧 诶,看起来都要,一样就 那可能藏,来 这时候你揉边去擦 要在哪里擦,就在这个涂层 然后橡皮擦,开涂吧 我可能把旁边很锐利的效果擦掉 我只要留这样就好了 这样也行 不过,这种橡皮擦是属于永久破坏性的哦 擦掉就没有了 如果你用遮罩,随时不要可以把遮罩去掉 所以其实一般人,后来我们比较喜欢用什么 来,他们这样,我喜欢用什么 遮罩的方式处理,在这里 那在遮罩呢,一样是,就用什么做了 就不是橡皮擦咯 用这个,笔刷 那开始涂,笔刷头大一点 头大一点 这样涂的好处呢 你再涂,如果不要,如果发现 我觉得刚刚涂的不好呢 随时可以把这个再做取消就搞定了 这是两种选择 你用实体上橡皮擦,直接把它擦掉 或者用这个遮罩方式去处理都可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